随朝的公主墓被挖开,九岁的女孩子坐在上面牵引。 在中国现在的时候,盗墓是非常的猖狂的,而且很多盗墓贼为了赚钱破坏了很多古墓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就让一些地区的古墓进行保护性的挖掘。 为的就是比那些盗墓贼提前找的古墓房子被盗在1957年的时候西安的,专家在挖掘古墓的时候就看到这么一个古墓,因为这个古墓在外面上可以看出非常的平淡。 但是,和其他不同的是这个墓葬的官,采用了玻璃的制屏,可以看得出这个墓主。 人是不凡的,但是要说这个墓主人地位很高的话,这个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挣,明只是单纯的一个棺材,而已当专家把这个墓葬打开之后,惊呆了因为下面有一个九岁多的孩子坐在上面,当然让专家惊的不是这个小孩子还是这个小孩子身上覆盖着很多的珠宝。 经过专家的细细数发现,有二百多件的珠宝,可以说这个小孩子的身份非常的不,简单经过专家进一步的检测之后,才根据珠宝的朝代和历史记载得出这个,孩子应该是随朝时候的人而且地位,非常的不一般。 在专家探查中他们在皇室里面进行寻找结果,还真找到了一个很符合目标的这个人,叫做李靖迅,她是隋文帝阳间的长女。